为了提高敌情意识 熟练防空的作为 落实防空设施的整备 减少空袭带来的损害 国防部在5月27号到30号间 分区举行居民联合防空的万安演习 29日下午1点30分 飞弹来袭的警报简讯纷纷响起 象征万安42号演习 台东地区正式开始 紧接着防空警报也立即响片整个天空 街道上的店家以及行人 立即进行灯火管制以及疏散避难 到原本热闹的街道 立即呈现净空的状态 而台东县长劳沁林 也在军警的陪同之下 到县内的各机关进行视察 今天是万安42号的演习 在1点半到2点之间 我们非常的感谢来到这里 也看到我们人员齐聚 战备物资都齐备了 今天希望一切都顺利 特别要感谢施工所的配合 因为台东市是我们最重要的首善之区 如果各位能够准备好 作为我们的典范 对我们整个一个演习的分数 都非常的重要 在视察完各主要交通设施及机关后 县长劳沁林等人 也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模拟训练 模拟当指挥中心遭敌军空袭破坏后 相关的人员阵地转移的训练 希望透过模拟演练的方式 加强各单位在遭遇空袭时的反应速度及能力 才能确保在遭到空袭时 能够有效降低空袭带来的损害 以及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